像剛剛這個問題 就需要做一個轉型 為什麼要做轉型呢 因為剛剛程式裡面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第一個 它為什麼不會錯 因為 這邊是一個自串 加上後面一定要有個自串 所以HoloWord也是自串 所以放過來之後串在一起輸出 沒有問題 但是呢 INT有沒有 它是一個自串 加上後面的一定要是同樣也是自串 否則它沒辦法幫你串在一起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一直行它就卡在這一行 告訴你說 這邊它不是一個自串喔 你應該先怎麼樣 幫我轉成自串之後再來串 所以你需要怎麼樣 把X2 本來它裡面是INT 你把裡面放整數INT的東西 轉成自串 那怎麼轉呢 基本上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前面加上一個STR STR指的是一個STR函數 那你可以在前面把它包起來 意思就是說呢 把原來是INT 數字 轉換成 那個一個文字 轉過來之後的話基本上 它就會把這個 轉成 String之後 意思就是在前後幫你加雙一號 那有雙一號之後的話你再串 那基本上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來執行一下 OK 那基本上呢 它 本來在第九行的有沒有 你會發現在第十行為什麼 因為這個已經過了 它會換下一行一樣 這個裡面是放浮點 所以一樣怎麼樣 一樣把它轉 所以轉的方式 就是這個 習慣是把它 CTRL鍵按住拖拉 這樣不要少打幾個字 然後這邊一樣 這個裡面怎麼樣 它抓過來是3 3一樣是一個整數INT 所以不對 所以怎麼樣 一樣要轉型 OK 好 全部都轉完了 轉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發現 程式呢 就沒有錯誤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然後 那 啊 啊 有問題嗎 就是 反正一定要轉成 自串 才能輸出喔 可能 可能之前有同學學過 VBA啦 不過VBA 它裡面喔 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什麼意思呢 在VBA裡面不用轉 因為VBA會幫你自動轉 比如說你串接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數字 有沒有 他不是文字喔 那VBA的做法是喔 他就想說你那你放一個數字 那應該是你要先 你要先轉 可是喔 VBA不用轉 串進去就好了 不用轉型 那理論上應該是要轉啦 不過VBA 他 我覺得他比較 友善一點 沒有轉沒關係啦 好啦 算你過 有沒有 所以有時候就比較 就是 不會在那種 小細節上面 特別注意喔 這個要轉 因為他是INT 這個要轉 因為他是Float 他是浮點的 那這個也要轉 為什麼 因為他 抓到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數字 除非說呢 你抓過來 裡面這個東西 有沒有 他已經是一個字串 那這個地方 如果像這個啊 抓過來 裡面是一個字串 抓過來的話 那 這個就不用了 OK 所以 因為我們這邊 放的這個 第二個嘛 不是第二個啦 是012 是這個 所以如果這個 假設你把他變成字串的話 其實他也不用轉 也會是成功的 我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反正如果 主要就是了解啦 以後 在 Python裡面放資料 大概就區分成主要三種 字串 第一種 整數 第二種 浮點 第三種 浮點指的就是有小數點 OK 這三種啊如果說 你要print的出去一定是要自串 還有這個mode 這個應該剛剛的範例啦 這個是什麼 求漁數 所以你可以 自己在這邊打一下 雙引號 加 裡面就是 什麼 求 比如說這什麼 求 4 除以3 4除3 5 余數 OK OK 不過串過來之後 因為回來 他應該是個數字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就轉一下不就好了 我應該懂那個 羅羅機啦 OK 直接執行 有沒有 就串 這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要輸出啊 完整的他一定是一個 完整的 那其中的結果把他放中間 所以你一定會遇到這種串接的問題 OK 請各位 試一下喔 那我覺得啊 以前學數學喔 其實Python 他好處就什麼 解決好了 你只要會用他 他就幫你 結果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需要 去了解什麼那些什麼 開根號啦 或者是什麼 Sign Cosign 三角函數 等等的 我覺得反而這邊裡面都有函式 你只要知道怎麼用他 所以以後 小學生應該 可以 像 有些外面有開課啊 小學生也學這種 Python 也還蠻不錯的啊 從小就培養他寫寫程式能力 OK那請各位試一下就是說 剛剛我們主要是 把這裡面做一些轉型 把它做輸出 另外如果說你實在是 做不出來或卡關的話 我一律 還是會在那個 雲端上面 我們的雲端上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那個 雲端白板 我同步會把 剛剛的 程式碼跟畫面 幫各位拍照放在雲端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程式碼在這裡啦 如果你打錯啦 很簡單 Ctrl C Ctrl V 先跑跑看啊 可是你不要永遠都只會 Ctrl C Ctrl V 一學期下來 每次都Ctrl C Ctrl V到底 那這樣不對了 你 先會了 沒關係刪掉 重新再 Key一遍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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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